欢迎收看11月24号的财经Esperso 欢迎收看,我是晴龙 顶一首套股价重挫加上周四的2021财政预算二度不明朗 投资者纷纷谨慎交投 马股全天急跌19.09点 以全天最低的1578.39点挂收 汇率部分,马币兑换美元变化不大 略上升到4.0850令吉 兑换新元则上升到3.0437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wind的单元 时局艰难,就连雇员工基金局EPF属下的公司 也面对问题,将会延后支付债券利息 根据连昌投资银行戴卫发出的稳告 工基金局持有40%股权的大道特许经营公司 东北大道财团私人有限公司 发行的1亿8千万令吉初级债券 有一批利息原定在下个月2号到期 该公司已经宣布延后部分付款 这家经营大石鹿淡江大道和斯里亚旺沙 班底大道的特许公司 上周发信说 虽然会支付部分的利息1038万令吉 但余额将会推迟到下一个支付天 也就是明年的6月2号才会支付 顶级首套被下令官场大检测 股价应声中挫55仙 以全天最低的6令吉80仙草草收兵 一天之内市值丢失了45亿令吉 降到557令吉 在股价下滑之际 顶级首套继续回购股票 今天再花4264万令吉 来买回623万股 扩存股提高到1亿4808万股 9月到现在 集团已经斥资超过11令吉 来回购股票 顶级首套盘后说 在分阶段官场之后 预期部分订单将延后 2到4个星期来支付来交付 预期这会影响2021财政年 大约3%的销售额 最后是亚航集团截至9月的 第三季业绩报告 亚航第三季营业额大减 86%到4亿4291万令吉 收入减少加上6亿6300万令吉 资产使用权折旧和租赁利息成本 以及燃油护盘亏损 2亿8100万令吉等因素影响 亚航第三季净亏损扩大到 8亿5178万令吉 远高于前期的 5144万令吉亏损 亚航9个月营业额下跌了68% 来到28亿6982万令吉 并游营转亏 净亏26亿5623万令吉 前期是净赚8072万令吉 展望未来亚航集团的首席执行员 东尼菲安达斯指出 旅游泡泡和绿色通道方式开放边境 将推高航空旅游需求 预期2021年资金将会相对的重裕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